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繼續研究 就是香港人 才嚴重流失的問題 現在香港繼續 封關 封關要封到地老天荒 聽起來真的很浪漫 但是 你有多少個地老天荒 有多少人可以陪你 地老天荒 封關呢 到底現在 那個防疫的策略是甚麼呢 你看不到任何封關 對 這個防疫帶來任何效益 但是看到大量的 港人 尤其是藍絲 就快餓死了 大量的人遭受解僱 歐洲商務協會 也忍不住了 發表報告 就在這裏 潤這個就是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 看不到任何的起色 到底你香港 是不是要等到全中國大陸 打完 防疫疫苗了 你可以號稱有14億人 如果你要使得到中國大陸 防疫得到 才能通關 意味著 你真的要等十幾億人打針 英國這些國家 打完針的情況也那麼惡劣 人家的接種率 就是第一針90% 如果你是十幾億人 你要打 70% 70%你猜要多久呢 細心想想 就知道他的防疫 根本 就不是防疫 與其你說是防疫 不如 你說是駝鳥政策 總之你 一天沒搞定 我就把頭塞到地上 總之我甚麼都看不到 你的東西就是你的事 我的東西就是我的事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這個香港歐洲商務協會 所說的話之前 跟大家再分析香港的人才流失問題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得道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不要緊 你要找到誰 就訂閱了 星期二日報就是黃色封面 黑色字 我們現在訂閱人數是85,000多 距離10萬 還有1萬多 所以 請大家繼續努力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 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播放節目 這個訊息就是外媒報導 來自彭博的訊息 Bomberg的訊息 Bomberg所說的 香港政府 對於這個疫情 一直採取所謂清零 歸零 所謂嚴厲的取態 令到香港這個地方 原本是一個國際城市 但是他不能夠 對外開放 不能夠對外開放 不但只 還令到大量的國際商戶 根本 不夠膽在香港繼續經營 有哪一家公司可以給自己的員工 他有需要往返歐洲 可能是每隔幾個月 可能要回去一次 然後回來 然後你要用 21日 差不多 超過了三分之二 一個月的時間 給他 做隔離 這樣的生意 怎麼做呢 如果人家真的有需要 要在 不同地方往返 你又 已經打了疫苗 又或者已經 就是 有足夠的證明 證明根本就是驗了沒有任何的疫情 其實又打了疫苗 又驗了沒有疫苗 但是你也完全不給豁免對方 這件事就使得很多人在做生意 根本沒有可能合理地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 香港歐洲商會協會 商務協會有一份報告草案 說 香港現在的所謂防疫政策 使得香港 跟外面整個世界 完全與世隔絕 這個與世隔絕的情況 甚至乎是到了 2024年 現在 才是2022年的一月 如果你真的到了2024年 換句話說 最少 你還要 像現在的狀態 還要封閉兩年 這樣的情況 香港怎麼會不導致人才流失呢 有誰可以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連堂食也不能吃 在這裏上班 在這裏上班 我又想問你 你在這裏經營著甚麼業務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原本是國際金融中心 這是一個服務業的地方 在做的 絕大部分是跟國際相關的 不只是做本地生意的 是不是 其他的外資 有不同地方的員工 不能夠往返這個地方 不能夠往返這個地方 不能夠在這裏經營的時候 他 為甚麼要繼續把整個 爭議的重心放在香港這裏呢 他為甚麼不把 那個 核心的業務將他轉移到其他的城市 那些城市 可能有較為寬鬆 的隔離政策 又或者 能夠有足夠的豁免 他們往返那些地方的時候 他們要調動人員的時候 他們在那些地方 就會讓你在香港 方便很多倍 香港 那個 所謂防疫政策 和隔離政策 對於他們來說 五時花 六時變 沒有任何固定的標準 到最後 就是看 中國大陸 和北京 對於那個疫情 有甚麼取態 所以說 對於絕大部分的外資來講 這種所謂防疫政策 根本就沒有一種固定性 一切 取決於 北京的政治態度 換句話說 這件事 就是政治因素 不是普通的商家 可以 清楚計算 我們經常都說 做生意的生意人 很多 計算商場上的得失 計算數字 計算營收 計算成本 很多人做生意很厲害 計算成本很厲害 但是 懂得政治的人 其實相當之少 好像 李嘉誠 又懂得做生意 又懂得在政治上面做投資的 商家 其實不是很多 你會看到 很多香港的商家 表面上他們好像投資正確 跟以前的 香港政府和香港的高官 各從甚密 甚至乎是串通 勾結 在香港 賺到大錢 來到現在 對著港共政府和中共 習近平政府 還是不是 可以用回以前那一套方式 跟他們去巴結呢 習近平 其實 天生 極度厭惡商家 他的這個 德力助手的林鄭月娥 負責攬炒的林鄭月娥 也是相同的情況 林鄭月娥這個自視過高的人 一直 就是對 香港 其他 商界的人 恨之入骨 他跟他們不會打交道的 其實你真的看到 林鄭月娥你真的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是覺得靠自己 的實力 擦鞋 他也覺得是實力 他擦這個習近平鞋 他覺得因為我擦得漂亮 所以我能夠上位 不是因為我就靠外面的商家照顧 我不是靠攀附的 我唯一攀附的 就是當今聖上 這個 是真實林鄭月娥 現在的想法來的 所以 他從來都不覺得 要給面子任何人 民建聯出來求我 放過徐英偉 你以為我就會放過徐英偉了嗎 我照向上品報 總之我就要換人了 這個就是林鄭月娥了 所以 外資就發現 我要去 衡量 政治風險本來已經很困難了 對於商家來說 政治很難計算 還要 去計算一些根本不講道理的人 的那些決策 要將他 做生意的時候要計算在內 是不是那麼容易 一般的商家可以做呢 是不是 那麼複雜 那麼多變數 我不如不要在這裏切基地了 我把整個基地 離開 去其他的地方 去新加坡 又或者去其他的地方 甚至乎 去到 東南亞也好 都不留在這個地方 這個 人們這樣抉擇 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按照當今 中國大陸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做法 我以後講這個詞語的時候 大家就幫我加回一個偽字了 已經著名了 如果說漏了 也代表是有偽字的 如果按照他們現在 今時今日的做法 實際上你要中國大陸成功清零 其實 是允許的 就算14億人全面接種 也不能夠清零 原因就是你打了疫苗 你打了甚麼疫苗 你有沒有十幾億那麼多支的科興呢 就算是國產的疫苗 也沒有那麼多 更何況你的國產疫苗 成效有多少 大家 心知肚明 就算你真的是14億人 有10億人打了疫苗 是不是代表你 中國大陸 人口那麼密集的社會 能夠將疫情 完全隔絕 完全歸零呢 你細心想想 就知道 根本就沒有可能 換句話說 習近平 繼續 就是借助這個疫情 就是要拖垮 所有人的利益 所以 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要等十幾億人打完針 才有機會通關 你猜這個關還可以通關嗎 你不要說2024年 香港歐洲商務協會 所說的2024年 實在是太樂觀了 莫說2024年 2047年 甚至乎是2470年 也沒有機會 就是通關的 其實按照他現在的步伐 亦都再加上 疫情在變種 似乎疫情 變化方向 就是令到 更加像是雙風感冒 一個 那麼廣泛流傳 的疫症 跟雙風感冒一樣 難以跟隨的疫情 如果你要等到全世界 完全沒有疫情 你才會開關 那你說其實到底有沒有機會開關呢 香港就眼白白 就是令到他的國際人才流失 就算你現在香港人 的人才不流失 已經在流失了 大量的 讀書 專業人士也離開香港 再加上 外資的人才 人家 有很多 不同的專業人士 在工作 現在連那些人都離開了 香港 接受國際跨國公司 訓練的機會越來越少 那麼你香港 還怎樣維持你的國際 大盜匯 那個地位 這樣的情況 香港有甚麼可能會不崩潰呢 香港 就是以一個 極速的方向 在沉淪 這件事 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急 好了 再問下去 其實 主持 你們怎麼看得到香港的未來 我覺得 現在這種做法 就是 會有 光明的一天 因為 現在我們就好像繼續走向黑暗一樣 但是我相信這個世界 是一個循環 其實每一件事 物極必反 所以 他不是去到最黑暗之前 大家就不要期望他會反彈 但是大家要相信 當他去到 最荒誕之後 其實 總會就是再反彈 只不過 我們大家一直以為 最低的那個點 是 和大家的所想出入 實際上 再差的事情還可以繼續發生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